买快乐 棕熊太太住在一幢尖顶房子里 这幢尖顶房子很漂亮 很舒适 可是棕熊太太住久了 并不觉得快乐 狼大婶 在尖顶房子的西面 开了一家鲜花店 棕熊太太很喜欢鲜花 她每天都要花一元钱 到郎大婶的鲜花店里 买一束鲜花回来 她把鲜花插在花瓶里 摆在有阳光的窗台上 这才觉得生活又有了新意 不久 狐狸在尖顶房子的东面 也开了一家鲜花店 不过这家鲜花店有点特别 那些鲜花呀 全都种在广阔的田野里 湖里只是在花店的门口 放了几把剪刀和一个投币箱 投币箱上写着几个字 鲜花五元钱一束 请自己投入箱内 从此 棕熊太太就开始到湖里的鲜花店 买鲜花 她笑嘻嘻地拿起一把剪刀 笑嘻嘻地走进五颜六色的鲜花地 笑嘻嘻嘻地剪下了一束 自己喜欢的鲜花 然后笑嘻嘻地朝投币箱里投进五元钱 棕熊太太每天都要花五元钱 用这种独特有趣的方式 为自己买一束鲜花 狼大婶觉得很奇怪 棕熊太太 狐狸家的鲜花 比我的鲜花可要贵得多了 你为什么反而喜欢到她那里买鲜花呢 棕熊太太笑嘻嘻地说 因为因为我觉得快乐 这就更奇怪了 你多花了钱还快乐 是的 棕熊太太还是笑咪咪的 我呀 我呀到你的鲜花店买鲜花 觉得很快乐 我到狐狸的鲜花店买鲜花 尽管鲜花是贵了点 它那种充分自由 充分信任的 有趣的买花方式 使我觉得更加快乐 你知道吗 我呀买的就是快乐 鲜花